今天要分享的是 轉彈 亞人的公仔 總計是五款 如果大家有在追亞人的卡通的話 個人是非常推薦 去看一看 是蠻好看的 比較像是真的人會去做的事情 故事內容是敘說 死不掉的人 反正建議可以去看看 然後轉彈總計是五款 然後第一個是紅色轉彈 紅色轉彈裡面的是 這個系列的唯一的女生 夏春泉 然後附送的旁邊的小配件 是它的 IPM 黑色幽靈 然後其實它黑色幽靈有兩種顏色 可以注意看 然後非常的薄 薄到已經像看不見的感覺 算是裡面蠻特別的一個角色 這是紅色轉彈 再來是白色轉彈 白色轉彈裡面的是 主角 不是不甘急的 擁緊葵 這是 這是後面 然後附贈的 黑色幽靈 是這樣 然後它的黑色幽靈感覺 感覺像在玩企鵝盾的感覺 而且它黑色幽靈也明顯的比較大一點 是因為主角光環嗎 這是白色轉彈 再來是 藍色轉彈裡面的是裡面的 一開始以為是壞人的角色 護錦優 然後附贈的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對 看不出來 像個某種餅乾之類的東西 好 上面是這樣 這是後面 感覺它們造型故意做起來都有點像黏土人的感覺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 應該算是Bose 左騰 然後非常喜歡這種帽子 然後非常喜歡這種帽子 這算是漁服帽還貝的 黑帽子之類的東西 非常笑臉迎人 然後附送的一樣是黑色660 IPM 其實它IPM比較不同的是 這邊多了一個紅色有點像獠牙的東西 這是 左騰 然後再來是 海斗 後來戲份很少的一個角色 黃色轉彈 然後附送的是 黃色的帽子 然後比較特別它帽子這邊 有做一個笑臉 然後一個橘子 然後它本身有帶耳環 而且它的耳環 這樣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有點像是個橘子造型的耳環 然後這是後面 總計是五款